这个是你先把它download下来 那download下来之后的话转换成一个MDB 那这个资料的话当然有几种方法 你要快速就是产生那个SS的档案的话 第一个先把它download下来 第二个的话我把它download下来 那再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OK地址Excel 那再来就是说把它转换成SS 所以SS是在这边S2007 还好这边有装 有些电脑上面几乎已经不装SS了 因为SS还额外在买 所以很多公司基本上就不摆那个 那再来的话你就new一个 先产生一个新的新的档案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储存的话 我就存在桌面上好了 先存在桌面上 那名称的话呢我叫做地址 这里面的话就是有会员资料 那类型我建议不要用ACDB 可能会读不到 所以我们用2003的好了 2003应该确定OK 好那这边把它建立起来 再来就是把刚刚那个你Excel部分的档案 直接把它汇入进来 这边有个外部资料 那可以从外部资料汇Excel 把Excel的档案直接汇进来 好那我放的位置是在那个 这个这个地址 这个我们是我是放在 没有那个 download的那个 下载的 看一下 这个路径 就把这个档把它汇入进来 特别注意最后不用加那个 就是不要加那个主索引 地址这个 OK然后确定之后 那就下一步下一步 最后的话呢 它有一个要不要主索引 不要加主索引就可以了 这边把它汇进来 然后下一步 基本上后面这一些 因为好像有多余的 我们其实主要是这三栏就好了 然后下一步 不要主索引 然后下一步 就完成 所以在桌面上就会有个地址 的资料库 里面有个地址的资料表 这是我们要查的 地址资料表 OK 里面有这些资料 我想第一步请各位产生 那如果有多余的栏位 你可以再按右键把它编辑一下